我们没有经过锻炼,心转不过来,安定不下来,一遇到苦的境界,就拼命执着这个痛苦,愈想愈懊恼,再也听不见阿弥陀佛的呼唤。 莫学以前陪病人念佛,在最初去实习的两年中,使莫学大为震惊的是那么多的病人,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临终的时候念出一句阿弥陀佛。 为什么呢?譬如有人患了肿瘤太痛了,拼命叫痛,念不出佛来。 奇怪的是,他会说念不出来四个字,却不能转念阿弥陀佛。 有的人太衰弱了,衰弱得没有力气,念不出来。 有的人太喘了,一分钟呼吸三四十下,根本念不出佛来。 有的人遭遇意外灾难,血流如注,在一片血泊中,吓得都不会念了。 有的人昏迷不醒,不知道他有没有念。 所以,阿弥陀佛虽然大慈大悲,盼望我们回头,甚至他允许我们最后一念的回心。 但是,很多人还是提不起信心,提不起愿力,不能转念向光灵,来念阿弥陀佛。 所以,当痛苦的浪潮一大,就被淹没了。 这就是一般人临终的实况。 道正法师开示。